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讲了一些和网络通讯相关的一些概念 很多都是逻辑上的一些内容 那接下来呢我们更关注的一些相对偏不理性的一些内容 来看一下局网 这个局网对应的英文单词 Local Error Network简称LAN 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广域网 广域网呢叫WAN 就是WAN 那局网平时我们在做运营运维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你管理的网络都是局网环境 那局网里面用到的各种网络相关的设备 我们来看有电脑 当然这个计算机呢有普通的电脑也有服务器 另外还有网卡 INC实际上就是网卡 就是网络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然后网线 Media 网络的各种设备包括极限器 这叫极限器 这个叫交换机 这叫路由器 路由器 当然这些都是物理上看得见摸得着的 还有一些我们说过的网络的通讯规则 咱们叫协议 那比方说以太网 IP NRP DRCP 这都是和网络通讯相关的一些软件的内容 叫网络协议 这个图画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你看我的电脑通过网卡连接到一个网线 然后这端有可能连到交换机上 或者是路由器上 或者是早期还有极限器 这样来连接 当然如果是家里电脑 我们可能很多情况下 这个电脑是不是就连到通过WiFi 连到你家里的小路由器上去了 是吧 家里电脑现在是不是都有一个小WiFi路由器 通过WiFi路由器是不是就连到互联网去了 这样连 好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络线栏 网络线栏目前来讲主流的是这种线栏 这叫双脚线 双脚线 为什么叫双脚线呢 大家应该见过那个网线你把它打开以后啊 把外面的那个塑料皮拆开 你发现里面它是不是粮粮搅合在一块的 它里面是八根线 但是它是一对一对出现的 分别颜色你们知道什么颜色吗 它是八根线颜色不一样啊 有四种主要的颜色 橙蓝绿棕 有纯色的橙 橙色的蓝 纯色的棕 还有橙蓝绿棕 这四种颜色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混合色 就是白色和那个带点点 就是带点棕色的点那种 当然那个是比较好的网线啊 我以前买了一个假冒伪劣的网线 结果那个网线也许是时间太长了 也许时间太长了 所有的那个就是应该是有白棕啊 或者是白绿啊白蓝这种 就是带点的这种颜色的线来 但是这个线呢 你看就这种就是这种颜色 看到没有 白橙就是白色的上面带点这种 其他的棕色呀或者橙色的这种混合色 看到了吧 咱们叫橙白绿白什么蓝白啊 棕白这样的 结果我家里的网线买的可能是质量比较差 时间长了 有一次我拆开以后发现全是白的 这全是白的 我说搞不清到底谁是谁了 你要知道这个线呀 它实际上真正的去做到水晶头里面 就是把它接到这个水晶头里面 它是有线序的 那国际上这个线序呢有两种 一种是T568A 一种是T568B 两种标准 那这两种标准 它的线序 你像这个咱们国内用的最多就是T568B标准 这个B标准就是白 橙白橙 是吧 白绿蓝 蓝白绿 白棕棕 是吧 白棕棕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当然这个时间也好记 你就记住橙蓝绿棕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变化 就是这个地方是白绿 它和白蓝混了 换了一下顺序 换了一下顺序 那正常情况下 你把它拆开以后啊 它实际上应该都是同色的 搅合在一块的 比方这俩是总和搅合在一块的 这个绿色和白绿 是搅合在一块的 它俩俩搅合在一块的 准确的说 它俩是一对 这俩是一对 这俩是一对 听懂了吧 这俩是一对 它是这样的 就是同一颜色的是一对 但是呢 你真正做到网线里面 只要接到那个水晶头上 就要按照这个顺序了 就要按照这个顺序了 这俩要换一下次序 所以实际上对于我来讲 虽然我当时买这个网线 是比较劣质的 当时看不清什么白的 什么了 全是白的 这四根全是白的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因为它都是凉凉搅合在一块的 那和棕色搅合在一块的肯定是棕白 所以我不用判断它的颜色 我既然它是白的 我也知道它是棕白 就是到时候我换的时候 就把这两个地方换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保留线续 这是经验 当然我买的是比较差的可能是网线 你们应该不会运气这么差 应该遇到的都是好的网线 应该看得很清楚 像我那个就是凭着经验 我就判断出来和这个蓝色角度一块肯定应该是白蓝 所以我这就两个颜色给它换一下次序就行了 换一下次序 然后其他颜色按照排序 当然为什么按照这个标准的12345678 这样的一个颜色排序 而不能随便去排序呢 咱们有同学是做网络的 应该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必须按照严格的次序来排序 实际上以前有同学就是搞网络的 咱以前上街是二十几期 二十二期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在那边专门给那个宽带 拉宽带的 小区里拉宽带上网的 那拉宽带是不是得做一些网线 他做网线他就是随便做 什么什么限序没有限序 他想怎么排就怎么排 反正两边一样就行了 这边什么颜色那边什么颜色 两边一样 他插上以后那上网没问题 所以他从来没有什么标准 没有标准 好像那些用户也能该上网上网 也没受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这个限速 就是网速不高的时候 比方说低于 一百兆以内的时候 那这个限序实际上随便排 不太影响 不太影响 实际上一百兆以内的时候 他只用到了四根线 就是一二三六 一二三六这四根线 一二三六这四根线 剩下四根线没用上 所以以前有些人为了省这个线啊 他都是什么一二三六 那七两根线没用了 他就当电话线了 拉出来当电话线省钱嘛 电话线不也是同线吗 他拿出来当电话线 电话线知道几只线吧 就两根线 电话就两根线 所以他四根线没用上 时间还可以做两个路电话线 那这个就比较省钱了 那低速的时候 实际上只用到了一二三六 当然达到千兆的时候 这八根线就都用上了 八根线一旦都用上 如果你这个线序 不干着这个标准的T568A 或者T568B来线序排序 它这个电磁干扰就比较严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两根线 两根线要搅和在一块 实际上就是抵消彼此的电磁干扰用的 所以如果你不干着这个线序来排 它的电磁干扰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造成数据丢失非常严重 当然之所以那个同学随便做 是因为早期网络慢 以前的时候都是十兆 顶多百兆 那可能还二百兆 这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他走的时候反正都是一百兆以内 所以随便搭 那线没有什么线序 他说什么线序就从线序 就拉起来了 我说你搭了多少户 反正干了两年 我说这干两年 那你得坑多少家 人家家里想升级到千兆 不行了 两百兆是不是就不行了 两百兆速度一高 它这个线序就要求比较严格了 你瞎做不行 你丢包了给 他说我反正也不管了 我也离职了 我说你将来要做运媒 是不是得又坑一些运媒 运媒的故事 你这态度 当然他可能他不懂是吧 他刚才刚开始觉得 反正能行就行了 什么限序不限序 当然我们作为我们自己将来 万一要做一些网线的时候 应该按照限序来做的 标准限序来做 那其中这就是那个水晶头 这是那个 这是电话线 这不是 这是那个网线的一个插槽 像这种头一般都是要有专门的配电架的 把这个网线插到配电架上 配电架再接网线 再接一根短的线接到交换机上 一般不是说这个线直接就接到交换机上 当然我们现在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网线直接就插到交换机上 一般稍微规范一点的 就是你的电脑的网线 先接到一个机架上 这个机架上有一个槽 就是有一个配电架 配电架它有这种槽 插上去 然后这个槽再接一个比较短的网线 再接到交换机上 好多都是这么干的 对 它有一个机柜机架 那其中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双脚线叫UTP 实际上呢 双脚线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STP 一种叫UTP 那UTP呢 叫非屏蔽式双脚线 STP呢叫屏蔽式双脚线 屏蔽式双脚线成本比较高 它是就是在双脚线的基础之上 外层再加一层金属保护层 就是在外面再有一层金属薄膜 那带来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因为如果不是 带屏蔽式的这种外层金属膜 它只是一个塑料膜膜 这样的话 外界如果有一个比较强的电子干扰 它就顶不住了 所以加上外面一个金属保护层 大家都知道电磁是不是有一个电磁屏蔽的特性 如果你外面有一层金属保护层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外界的电子干扰 当然这个成本就比较贵了 你可以进入上搜搜 价格多少钱 反正肯定比较贵 STP呢一般来讲它线比较硬 而且它里面往往有的时候里面还带十字架的 就十字架的那个小塑料的一个槽 非常结实 就价格比较贵一些 有钱单位可能买这种 一般要求不高的 咱们一般大部分都是UTP就够了 而且这儿 大家看这儿写的是10xT 这个10呢代表的是早期的网络通讯速度 10兆的意思 当然说的10兆是指10兆BPS 就是每秒钟传递10兆速度 10兆位 被子呢表示基带传输 对应的就有个宽带 注意宽带和基带这两个概念 在这儿是特定情况下的术语 宽带说的不是我们家里说的那宽带上网 宽带这儿指的特指的是 说的是传输的是模拟型号 而这个被子基带 基础的基 基带 那基带代表着它传输的是数字型号 T代表着就是双脚线 对了吧 而我们早期的网络是基于同周电缆的 这就是同周电缆 同周电缆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家里那个有线电视那种 你看最高的速度最早就是10兆 而且这儿写的2 这儿写的5 代表的就是同周电缆的不同规格 基带传输 都是基带传输 2代表着最大的传输距离200米 就是说两台电脑如果中间拉一根同周电缆 把它连起来 这两台电脑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200米 事实上它这个2是约等于 不是200米 是185米 185米 咱这写180米不好写 就写个2 就约等于 185米 啥意思 就是咱们在数据传输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是高低电瓶传输 那高低电瓶传输的话 它是有电路衰减 所以达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 这个电路是不是就高低电瓶 搞不清是一条线了 没有这意思吧 就跟心脏似的是吧 跳跳跳 高低电瓶 你要是心脏不好了 不是直线了 那所以电路它远的话又衰减 所以最大传输距离是200 就185米 这个是更远一点 能达到500米 当然了这两种线路 它采用的这个线是不一样的 这种叫细缆 大概 0.5厘米这么粗 这个大概将近1厘米这么粗 线越粗 它的电阻越小 当然这是讲物理了 不说了 这个你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物理认识 就是对于铜线来讲 它的横界面越大 它的电阻越小 是吧 横界面越小 那么它的电阻越大 所以这个就可以最大传物在明 它粗嘛 它电阻就小 最大可以传500米 当然越粗 越线越细 越硬 越硬的话 你想 如果一个手指这么粗 你要是劲小一点 是不是都弯不了 你想弯弯不动 所以这种线一般都是拉在两个建路之间 两个大楼之间连 因为你要线细了风一吹断了 是不是 粗一点不叫筋实吗 像这种的一般是在房间里布线的时候 因为它比较细 比较柔软 它可以接到你的电脑上弯弯曲曲的也能揉得动 这就是细缆和粗缆 这两个 sign net就是细缆 这就是那个粗缆 细缆 对应的就是2 粗缆对应的就是5 你明白吧 当然了这种是比较老的设备 老的通讯设备 通讯网络线路 这是光线 光线 现在家里是不是现在基本上都是光线到户了 光线 好刚才提到了 你看 如果在百兆以内的通讯速度情况下 如果是双脚线 两边的线序如果一样 比方说都按照T568B标准 当然也可以按照两边都是T568A标准 这时候呢 这个线序组成的线 咱们就叫直连线 或者叫直通线 叫straight-throw 两边线序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其中 八根线中如果在百兆以内 它的通讯 每根线 它的作用是有特定功能的 比方说第一根和第二根 这两根线是用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而第三根和第六根 是用来实现RX功能的 那其中 4578 在百兆以内的时候是用不到的 所以你看它中间都没有划线 说明是不是不通讯啊 就是45和78 你看中间是不是没有箭头啊 没有箭头说明它这个四根线没用上 就是在低速情况下 当然千兆就全用上了 那其中TX说的什么呢 TX就是发送数据的意思 那么RX自然就是接收数据 所以换句话说 一二发送 三六接收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有两台电脑 如果我们就干照 这种直连线相连 这边一台电脑 这边一台电脑 我们如果按照线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当然我们只关心一二三六 因为其他线暂时在百兆以内 是不是用不上了 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线序来排 如果你也是按照刚才说的 第一根线和这边的第一根线连起来 两边线序一模一样 听懂了吗 如果这样连带来的结果 你应该知道什么结果 刚才说了 一二是用来发数据还是接收数据 发 好这边是不是也发 那这边干嘛的呀 收 好这边也收 啥意思 正常是不是一边发一边接才对呀 这边两边都是发 或者两边都收 那是不是就没法通讯了嘛 所以我们标准情况下 两台电脑 一个A一个B 如果两边电脑直连 是不能拿直连线连的 直连线会造成数据没法通讯的 所以正常情况 一边发一边收 那应该怎么做才对呀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交叉一下啊 但是怎么交叉呀 这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把它画一下线啊 那这边一页是发 但是你这边不能再发了吧 这边得找一个接的 怎么接啊 三 那就是说这边的一到了这边以后呢 把这个原来的一调成三 那这二 二是用来刚才是发的吧 是不是得找个收的呀 是不是六啊 那换句话说 这是不是得接六啊 那这边的一 这边的三应该是和一乘对吧 这是不是应该和二乘对啊 所以换句话说 在A的这台电脑上我们按照标准线序 而第二台电脑上就不能按照标准线序了 我们把必须原来的一变成三 原来的六 原来的二变成六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三二六对调 当然这个线序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T568A标准 你看一是白成 你看三 一三二六对调 你看是不是就这样 你看这三 原来的三 这边是不是跑成一了 对吧 这儿的二 是不是和 跑这边的六了 就是一三二六对调 换句话说白了就是 一边按照T568B标准来排 另一边按照T568A来排 这种线路两边线序不一致 把这种线路就成为交叉线 交叉线叫Crossover 它可以来连接两个电脑 当然了 现在呢 我们稍微好一点的 新一点的电脑 咱们的网卡都智能化了 你插上交叉线它能认 插上交流这个直连线它也能认 所以现在呢 很少再做交叉线了 以前的话需要做交叉的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来讲 不需要太刻意记了 你就记住这个直连线 两边线序完全一样就行了 插上它都能连 当然可能必不可少的 有可能工作中或者是生活中 用到的这些老设备 你可能还得做交叉 所以以前经常有人说 同一类型的设备 那相连要用交叉线 不同类型的设备要用直连线 经常有人这么说 实际上就是说的是这种场景 当然大家可能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电脑和交换机相连 就只能就用直连线而不用交叉线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看为什么电脑和交换机相连 我们就用直连线呀 那难道它不存在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吗 事实上交换机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连接电脑的 既然如此 为了避免咱们每次和电脑相连 你费劲的去做交叉线 因此交换机内部 在它的接口上就帮我们做了交叉线 就是它这个交换机口上已经做交叉了 所以我们做线就不用做交叉了 所以如果大家看一下那个交换机 好多交换机上 它那个口那个上面都有个小叉号 那个叉号就代表着交叉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电脑上和交换机相连 一般就不用做交叉就直连线就行了 但是你看两个电脑相连 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做交叉 那是不是就只能做交叉线了 当然如果电脑和交换机相连呢 我注意电脑就是一个路由器和交换机相连 我说的路由器是我们企业的路由器 不是家里那些路由器 那家里的路由器有点像交换机 是吧 如果说比方说两台电脑 咱们都扎网线插到家里的路由器上 是不是也太然可以直接点 那个实际上是路由加交换的功能 而我们说的是企业级的路由器 这个企业级路由器一般来讲就是连交换机的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 一般来讲我们企业里面连接网络 简单的托普结构 我说一下 你像我在前一家公司有一个分支机构 这个分支机构 它的这个网络托普相对比较简单 它是这么做的 它有一个连接互联网的一个线路 就是电信宽带 它这有一个所谓的光纤猫 光纤猫 光猫 然后光猫呢 它拉一个线路往线 就说白了把光纤转化成铜线嘛 这种光猫 然后光猫连接完了以后 我们单位有一个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啊 路由器的一般画的时候 一般都是喜欢用叉来表示的 就一个圆圈一个叉 这就表示路由器的意思 然后这个路由器 然后又连了一个防火墙 这是个防火墙 而且买的是华为的防火墙 给华为做个广告啊 然后这个华为的防火墙进来以后 这儿再接一个华为的 稍微贵一点的交换机 核心层的交换机 这个防火墙一般都这么滑 是吧 有点像墙的感觉 这是一个交换机 然后这个交换机呢 又连了很多的交换机 其他交换机相对比较便宜点的 普通交换机 它这么连的 然后这个交换机 汇总到上面的这个核心交换机上 然后这些交换机 都有各自的网线 再连到我们办公的各个电脑上 明白了吧 我就不画那么全了 你知道这个意思也行 就这样连 当然这个很多电脑 大体上就这样连了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明白 我们普通一般的情况下 交换机它的连接 很多情况都是连计算机的 对吧 然后呢 交换机和交换机有可能相连 然后交换机和路由器有可能会相连 或者和这个防火墙相连 然后防火墙再和外界的设备相连 它一般都是这样连接的 所以在这些场景下 什么情况用交叉线 什么情况下用直连线 这有个总结 大家看 交换机和路由器相连 就是直连线 电脑和交换机 电脑 当然这个呢 相当于就是也是个网络设备 就是电脑吧 服器 服器 服器实际上也是个电脑嘛 那它也是个电脑 所以它相连也是用直连线 这个代表着极限器 这种设备就代表着极限器 极限器是早期的时候 较为便宜的网络连接设备 后来呢 基本上淘汰了 没人用了 它也是用来直连线 但是这些连接 一般情况都用交叉器 你看交换机和交换机连 交换机和极限器连 路由器和路由器连 路由器和电脑连 当然我说的 我强调一下 这个路由器不是家里的路由器 如果家里路由器的话 那是不是就直接是直连线就行了 对吧 就普通网线就行了 好 这就是各个双脚线 八根线 它的针脚定义 这有比较 明确的定义 大家看 如果是百兆的 十兆 百兆以内的速度的情况下 你看 这是不是写着呢 一二 这两根线 是不是用来发数据的 三以及和六 是不是接收数据的 这写着呢 能看懂吗 TX代表着发送数据 RX代表着接收数据 所以你看 当达到千兆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千兆的时候 你发现了吗 这八根线是不是都全用上了 而且它是双向传输 就是每根线既发又接 这是千兆以上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的网线做的不标准 你像前两天我在家里的掐个网线 掐了网线以后发现这个网线 连上以后速度是百兆 我实际上也是按照标准线区做的 为什么达不到百兆 可能就是中间有根线给断了 断了以后 它可能只能干照百兆速度通讯了 所以实际上呢 我就想知道 我现在这个网线 到底是百兆千兆 这现在看看就可以看出来了 你看我这个 屋里线路 这是多少 千兆 如果你的网线做的不标准 它就会显示出百兆 那说明中间有个线断了 它达不着千兆 明白了吧 当然这个千兆 你要确保你的交换机 已经是千兆的 当然现在交换机 一般都是千兆的 没有百兆的了 特别老旧的设备 而且当然我的网卡 基本上也都是百兆的 但是说不定 你们买的那些路由器 有可能有问题 比方说你家里买了一个WiFi路由器 那个WiFi路由器比较 有的呢 号称是千兆路由器 但实际上它那个网线接口是百兆的 这个也可能 就是有的时候 它这个买的时候这个设备 有时候奸商啊 有时候也是 然而这是一个路由器 买了个路由器以后呢 这个路由器 它不是有有一个 是连接外网的是叫万口吗 有有几个是局网的烂口 是吧 哎 这个是万口 就是WiFi路由器 就是万 万口 这边的是烂口 通常来讲这可能有几个 四个是吧 大很多情况都是四个 然后这个万口 它有的时候呢 你像这个 我家里那个连通那个 连通它不是送了一个光猫吗 送了光猫 送光猫以后 它很恶心什么呢 它有这四个口 只有第一个口是千兆的 知道 后面的全是百兆的 这后面都是百兆的 后面都是百兆的 只有第一个口是千兆的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奇怪 我说插上这个 怎么一个一侧是百兆的呀 当时我就随便插的 以为这四个口 都应该都是一样的速度 结果就第一个口是一个计的 我插上这个以后 我家里身体的带宽是200兆 200兆带宽 你想我插上个100兆的 是不是就无法充分发挥这个速度 你买的花的是200兆的钱 享受的是100兆的带宽是吧 后来我就打电话投诉他 我说你这什么设备 怎么送个100兆的带宽 他说你连第一个口 第一个口是一个计的 然后我来试了试 真是就这一个口试 你想我家里那么多电脑 你就是一个口试 所以被迫我又买了个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每个口都是千兆的 这个都是千兆的 然后把这个再连到这个路由器上 然后这个路由器再连我家里电脑 这样的话就能把这千兆 就是200兆带宽了 我说你这个连通也够恶心的 你说你这每个口都是一个计不就得了吗 他不写的他上面不写也没有标记 这你又问才知道 你不问他谁告诉你这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这样 你要是咱们搞这行的可能还知道 有些不懂的人是不是就以为就是千兆 以为就是200兆他插上就能用了 顶多感觉慢 感觉慢那你不懂啊 是吧 没法说 实际上他我觉得就是 他就是强迫你说你别用他 你再买个路由器 我这个路由器就只有一个口 是一个地的 它是这样的 这边这个口是光纤拉入的 所以这个速度肯定能保障 这个口是光纤 它有个光纤接口进来 这边是可以选换成铜线的 这样的一个接口 好这是刚才说的双脚线 那当然在生产中可能会看到这样的设备 当然这个是网络设备 咱们大体了解 这是光纤可以转换成铜线的这种接口 那这边是光纤接口 这边是就是RJ45的铜线接口 可以把光纤转换成铜线 这是可以转换的 叫GBIC转换器 这是有些设备上 它可以带这种 带这种模块可以插上 把铜线给它转换成光纤 另外这是光纤的一些连接接口 你看这个是光纤的两个头 一个是发数据的 一个是接数据的 光纤 大家都知道光纤里面传数据 它不是用电来传输数据 它是用那个所谓的光来传输数据 比如说走激光是吧 激光 所以最大传输距离有不一样的 这个是短波长波还有超长波 超长波传输的距离 有的可能达到几十公里 或者上百公里都可能 好 这些了解一下就行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是普通的网卡 网卡 当然这种网卡的这种接口 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种的吗 有PCI接口 最早以前还有用过什么 Ista接口 Ice的接口 当然很早以前了 但是这种接口有很多 总之这种网线接口 一般都是中边中间 是不是有个RG45的一个槽是吧 把这网线插上去 当然现在大部分情况下 咱们的服务器一般都是主板内置的 就主板内置网卡 你不用单独买 但是呢有些情况下 咱们为了实现更多的网络功能 那可能还要额外再买网卡 一般的服务器很多都是四个网卡内置 就上面四个 自身就带四个网卡 但是你要想额外的增加一些新的网卡 你只能买这个接口卡 那么说到局域网 就必不可少的要提到这个概念 叫以太网 因为以太网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来讲 局域网的标准 局域网早期的时候有别的网络 比方说令牌还网 但是呢历史发展到现在 我们局域网基本上全是一种网络 没有别的网络 就是以太网 以太网 以太网实际上历史也很悠久 在7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在1982年的时候正式的 这三家公司合作开发出来 第一个正式的以太网 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的最高速度是10兆 这三个公司啊 目前来讲只有一家公司存活 就是这个猪猫的爱 这个爱是英特尔 你知道早期英特尔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不是做CPU的 也不是做网线 早期英特尔公司做半导体 做半导体做半导体的芯片 但后来它的业务受到日本很多公司的冲击 打过人家来被迫转行做英特尔做CPU去了 结果一下做到霸主地位 是吧 咱们也一样了 现在咱们不是中国也是现在遇到这种芯片问题了 对 和中芯的问题也是 那D呢也是一家早期非常著名的公司 叫DEC公司 DEC听说过吗 DEC早就已经被康百收购了 当然康百早就被惠普收购了 惠普现在也被好像好多业务都被咱们中华 好像紫光紫光给收购了 咱们现在那个紫光集团很牛啊 买买买买了好多好多公司 但是光买我觉得够呛啊 真正核心技术买不来的 是不是还得靠自主研发 X呢也是很有名的 现在还能看到 施乐公司听说过吧 施乐做复印机的 做复印机 这些公司现在都转行了 以前的是很牛的这种网络公司 现在转行做复印机了 别的行业都不行了没落了 就跟诺基亚似的是吧 好 在82年的时候形成了以太网 这是以太网 后来 I3个E出现了 I3个E I3个E呢 这也是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经常见到的非常著名的机构 叫国际电子电器工程师协会 简单说 你可以理解成就相当于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国际组织 也是一个国际组织啊 不过专门和电子电器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 他觉得既然我们要连接网络 那么网络的话呢 必人可少的就是涉及到各家公司的产品 所以有责任他推出一个标准来 按照标准这样的话 我们各个厂家产品互相就可以兼容 互相连接了 所以既然这三家公司推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 而且性能各方面还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以太网解决方案 所以他就把这个拿过来 基本上没怎么改 就定义成了标准了 8.2.3 这个I3E呢 就是他把这个以太网起了个名叫802.3 当然802.3呢实际上到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快速 早期的局局网速度就只有10兆 当然咱们刚才看到了有百兆 现在有千兆 甚至有更高的速度 你像2002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8.3AE技术 AE技术可以达到10亿Billion 10多少 可以达到10G以上的速度 10G以上的速度 通讯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现在8.2.3有各种各样的分支 看这个图 标准的8.3只有10兆 这个8.3U 带U的这个就是百兆的以太网 Z 这就是我们说光纤能达到一个G的速度 AB呢也是一个G的 不过呢它走的就是普通的光 就是普通的网线就是同线 就是双脚线比方说 这个不属于啊 这是令牌环网 令牌环网它的这个编号呢是8.5 F1D 这都是有标准的 A技呢可以达到10G的速度 当然8.3它也有天生的问题 因为刚开始8.3刚刚发布的时候 它并没有考虑到应用协议的复杂性 因为当初啊在局网刚刚流行的时候 在局网中跑的非常多的应用 是Nover网络 Nover网络 它用的上层就是网络层协议是IPX 协议 而以太网它是工作在数据联络层 数据联络层是在网络层的下一层 我们刚刚提到过 网络层是上一层 数据联络层是它的下一层 下一层为上层提供服务 记得吧 而上层的协议除了IPX协议 当然大家现在应该知道 有很多著名的现在最主流协议 反而是IP协议了 IP协议 而你下层又为上层提供服务 大家想我要为上层提供服务 我必然要在下层的数据联络层 要标识出上层协议的类型 说白了就是 我要体现出上层协议的地址是什么 我要给你传个东西 我得知道你是谁啊 你是IP协议还是IPX协议啊 对不对 我要为你服务吗 我得搞清楚你到底是IP协议 还是IPX协议 但是在8.3里面 它并没有明确的 体现出上层协议的类型 为什么呢 因为早期的时候 nowhere网络是局网的霸主 99%基本上都是nowhere网络 所以早期咱们国内的 使用局网的那都是有钱单位 比方说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他们采用的都是nowhere网络 当然后期90年代往后期 微软的windows 逐渐打败了nowhere网络 这个协议也就没有了 也就采用IP协议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8.3这种老的协议 它不支持上层有别的协议 因此以太网就再次更新 提前了我们新的一个版本 叫以太网二代 大家看没有 二代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包的结构 你就明白了 这就是以太网我们说的真的结构 刚才说过真是不是就是在数据量层的 你看它这个真结构是这样的 总共分成了这几部分 分成了第一八个字节的前导信息 第二这个是目标地址 当然了这个目标地址是什么地址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目里地址 也就叫mag地址 mag地址 这个是原地址 就是发送数据包 不是有原计算机的地址 目标计算机地址嘛 那原计算机的地址写在这儿 目标计算机的地址写在这儿 当然注意我画图的时候啊 越往左属于数据包的外层 大家记得吗 数据包跟你有包裹似的吗 什么一层层封装啊 那么越往左是属于数据包的外层 越往右是数据包的内层 理解了吗 里层 然后中间这个是类型 这个类型就是我刚才强调的上层协议的类型 接着是数据 这就是我们前面刚才提到过的教验位 记得吗 但是这是以太网 注意啊 这写的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少了一个2 这个实际上是以太网二代的格式 那么以太网二代之前咱们用的是823 823呢它的格式稍微有些不同 它也有前导信息 这个不用管它啊 然后目标地址原地址 注意这写的不是类型 它是长度 为什么说长度呢 因为这个数据的长度是不固定的 最短46字节 最长可以达到1500 所以它这存了一个长度 但是这个长度就意味着上层啥协议啊 没体现出来 所以就意味着数据来用层为上层提供服务 你都不写上层协议是谁 那我咋知道你到底这个数据包是给IP协议用啊 还是IPX协议用啊 对不对 还是Apple Talk协议啊 还是别的协议啊 所以这种早期的823它只为上层是IPX1 一种协议提供服务 因此这种协议后期淘汰了 我们目前用的都是以太王二代 二代这要写类型的 写类型 但是实际上虽然说写类型 目前来讲咱们基本上也没有别的协议 就上层都是IP协议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IP协议 中间这个数据包是存数据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数据实际上并不真的是数据 就这这也不是真的是数据 因为我们说这是数据量入层的首部信息 数据量入层里面是不是还有网络层的首部啊 是不是还有数据量入层就是这传输层的首部啊 是不是里面还有什么表示层啊 绘画层应用层等等的首部啊 但是在数据量入层在以太王这个真里面 它认为这些手部都属于它的数据了已经 理解了吧 好这是它的循环降验位 所以总体来看 这个以太王真的最大的数据大小 应该是多大呀 能算出来吧 那就是加呗 这是占8个字节 这是占6个字节 你一个一个加 当然这个是最大是1500啊 那就是加起来多少 那加起来最大是1526 1526 最短呢 72 这就是以太王的最小是72 最大是15 1526 1526 这是数据真的结构 当然为了让大家看的更清楚 我们这把这个包格式打开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这样 其中这个 这个目标地址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Mac地址 这个Mac地址我们刚才曾经看过了 在Windows里用IPConfig可以看 在Linux里这也能看到 这就是那个Mac地址 当然 当然你要知道这实际实际上是16进制数啊 这个是一个16进制数 我们说过它是不是相当于42进制 所以有几个16进制数啊 这是 12个 12乘4 是不是就是48位 而48位 是不是就相当于6个 6个字节 6848嘛 对吧 6848 所以一个Mac地址是不是就占6个字节 对吧 目标是不是也是元 目标和元都是48个字节 48位 48位 那其中这48位中 前一半表示厂家 这个网卡厂家的地址 就厂家的编号准确的说 因为厂家 每个厂家生产网卡的厂家 他都有自己明确的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不是厂家说了算的啊 是国际组织给它分配的 然后你华为用什么 刺客用什么 对吧 联想用什么 他都是固定的给你分配编号 而后面的一半 这个是厂家自己制定的 厂家自己制定的 那不论是怎么样 每个网卡 出厂的时候 他会唯一的指定一个世界唯一的地址 这个地址是世界唯一的啊 你别看好像是 好像是很不起眼是吧 这个地址也是世界唯一的啊 给女朋友送个礼物 网卡世界唯一的 哈哈哈 直接甩脸上了 哈哈哈 这什么东西 你要珍惜啊 世界唯一的 所以 所以 所以刚才想过了啊 这前面半 这里是厂家唯一的啊 就是厂家 不同的厂家编号不一样 所以很多年前啊 我曾经 也是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在windows里用ipconfig 可以看到厂家的编号 而且这儿通常来讲厂家 它也有一个描述 你看这边有一个网卡的描述 厂家信息吗 品牌啊什么的之类的是吧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看的那个网卡呢 是acton acton公司生产的 我说这个网卡是acton公司的 卖个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 物语地址 卖个地址 结果有个同学说了 老师你这个网卡假的 我说你咋知道的 他说我就是acton公司的 我们acton公司的分配编号 不是这个号 哈哈哈 人搞专业的 人家看出来 那早期的时候 你要知道品牌网卡 和那个普通网卡 还是有价格差别很大 所以有人假冒伪劣 假网卡 假网卡 然后然后就然后了 没有然后了 哈哈哈 我不能再换一个 反正能用就得了吧 哈哈哈 这是网卡地址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823这个地方写的是长度 但是以太王二代这已经写的是类型了 这个不同的上层协议 它的类型 它的值是不同的 中间数据 那其中呢 刚才提到了前一半 这实际上是叫 OUI OUI实际上就是我们国际组织 分配的一个唯一编号 它实际上是有标准的 这个 叫什么组织 这个叫组织的意思 OU是组织ORANGE嘛 组织单元接口 组织单元唯一接口 这个你像前面一半呢 是国际组织分配的啊 当然实际上它也有含义啊 你像这个图大家看 其中前最前面的高八位 最前面的高八位 第七位 就是正属第七位 如果为零 是厂家 就是我们I三个E组织分配的 如果为一的话 表示是本地管理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基于管理目的 自己指定的地址 然后第八位 如果为零 表示单拨 如果是为一 表示多拨 所以麦个地址能看出来 是单拨广拨多拨 有的时候能看出来 那么广拨的话一般就是 全是48个腰 48个腰就是广播 好 行了 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 逻辑上的原理性的东西 那我们抓包看一看 到底这个数据包 是不是这个格式呢 我们找个软件 我这装了一个抓包软件啊 这个叫WareShack 这是免费的啊 网上可以搜免费下载 这个挺好的 他可以抓包 在咱们那个FDP服务器上有啊 或者你百度搜一下 这个免费的反正是 好 那现在呢 我去抓包 抓包的时候 我去抓谁呢 我就抓两台机器的通讯 比方说100和128之间通讯 当然为了 避免干扰 我呢去让他互相 拼一下 我就断开连接啊 我让他 就是windows和他相不连了 然后呢 我在访问的时候 我在这个虚拟机里面去访问 这样的话 windows和他之间没有通讯 现在断开了已经 这样抓包 我抓的少一点 好 在这我去 从哪块网卡来抓包呢 我这是不是有三块网卡 大家应该知道 vmnet1对应的 是哪块网卡 是不是仅主机模式 那个 当然你要不确定的话 咱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这不有一个虚拟网络编辑器吗 这是不是可以看到 你看 vmnet1是不是就是仅主机网卡 我们是不是有一块是桥接的 桥接的就是vnet0 这个啊 80对应是net 那现在我们抓包 我抓那个net1那个 抓net1 你要抓这个本地连接 是不是就像那些物理网卡了 物理网卡流量太大了 物理网卡流量太大了 因为大家都通过VC连流量太大 我只抓我这个虚拟机里的网卡 它的通讯 好 因为你看现在因为我没有 你看windows和他没有联嘛 所以他没有数据通讯 现在我在虚拟机里面 我去访问一下 P一下也行 或者是我去SZ192168 多少来着 那边是128 那边是128是吧 你看 这是100 100是SZ7 128是我的SZ6 好 那现在 我已经抓到包了 你看没有 已经有包了 我现在回车 应该就凉上了 好了 我Ctrl C停了啊 这已经能抓到包了 抓包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到没有抓了这么多 行了我停了啊 这个红色的这个就表示停止 不抓了 咱们分析一下 随便找个包都行 等着就这个吧 这个包 双击把它打开 其中这个数据包最前面这串 实际上这是一个描述信息 它表示外面 Wireshack这个软件包 抓包的一些信息 比方说 真 它的编号是28号 你看这时候有2829 是不是每个包都有编号啊 然后呢 这儿是抓了多少 多大 66个字节 然后 是从哪个接口抓的 这都有 这行第一行是个描述信息 不用管它 这行不属于真的内容啊 这实际上是Wireshack这个软件抓的 就是加的信息 真正的数据是在这儿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层结构 这是就是那个数据链路层 以太网真的那一层 这一层实际上是上面的网络层的数据 这是应该是传出层的 听懂了吧 这不就是分层吗 就是体现出来了吗 好 那咱们来只看 现在目前来讲只看数据链路层的 大家看数据链路层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是不是上来应该是有前导信息啊 前导信息对于Wireshack这个软件来讲 它自动给你屏蔽掉了 就是说这个软件 这部分内容 对于我们分析数据来讲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所以就把它砍掉了 所以就看不到了 包括FCS 这个也是和分析数据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所以在Wireshack软件中 把这两部分就给砍掉了 看不见 所以你看 接着大家看 除了前导信息 第一部分是不是就是目标地址 你看目标地址是0000C2911 F7AA F7AA是谁呢 就是目标计算机的地址 目标计算机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正常应该就是6G系的那个Mac地址吧 当然我得瞅一点啊 那看它的Mac地址 我们可以通过IFconfig来看 它是不是有一块是桥接 就是金主机模式的网卡 F7AA 是这个吗 是不是F7AA 是不是它的地址 我们刚才是不是从7.4 访问6.9来着 目标地址是不是就是它 这我们能看到了吧 这儿是不是看到的就是它的地址 看这不是目标地址吗 F7AA吗 当然原地址 是不是就应该是Sendos7的那个机器的网卡 看的Mac地址啊 5089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 5089 在这边看一下 明白的吧 这不原地址目标地址吗 当然了 你要知道 我们这儿看到的这个信息 实际上是Whatshack 为了你方便转化成一读的格式了 真正将来你看的时候 就是二进制的地址 0101 因为我们真正物理上存不就是0101传吗 这是为了方便给你加注释了 你看人家目标 这都是人家Whatshack给你抓的注释 告诉你这是目标地址 真正的就一个目标地址 直接就这个地址 这也是原地址 看见没有 你看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5089 当然这个写成16进制也是为了方便你看的 真正词在网络中通讯都是0101 也就是二进制的 然后接着 这就是我刚才强调的类型 你看上层是什么协议 IP协议 而且是VS版 明白了吧 当然了 再往上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数据了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是不是再往里是不是就数据了 当然这个数据对于以太网来讲 那实际上说是数据 但是实际上它也是有些别的协议的手部 比方说 网络层的手部 传输层的手部 明白了吧 当然上层协议除了这种IP协议 还有别的协议吗 咱们看一看 小长 你看见没有 是不是也有别的协议啊 是不是还有ARP协议啊 所以上层协议是不是很丰富的 除了IP协议还有别的协议的 所以你得告诉他人家是上层什么协议啊 下层为上层提供服务吗 对不对 得体现出来 你看上层协议是不是就是ARP协议了 对吧 好 这是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好 当然大家可能这怎么还有padding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凑数的 刚才咱们讲了数据方真它最小最小数据位是46到1500 结果ARP这个软件通讯协议太简单了想凑46个都凑不足不够 天灵给他凑足保证他最少最少也得46个 有时候要凑数的 最少有个范围最大也有个范围 因此 大家看 这实际上能看到 你看数据包大小 你看 你注意到这儿是很明显的 最大1514 为什么是1514啊 这个1514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14 1500是不是就是我们数据包的最大 这不就这儿吗 那这个14是从哪来的 14是14是从哪来的 14是算的这两个 这三部分 也就是说 Vershack刚才我讲过了 Vershack软件它会自动的把这个两个就删了 你觉得没有用吗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所以它只统计这三块 就是这四块数据的总大小 所以将来加起来 你看这1500再加这儿的14 是不是就1514 谢谢了吧 最大值也有这么大 所以这个抓包 你看之所以显出那么大了 它是有 你看最大也就1514了 超不了这么大 当然最小你应该知道怎么算 最小是多大 最小刚才我们说的ARP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中间的46再加12 最加14 是不是就是60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 这是不是最小46 再加前面的14 是不是也就是60 所以它将来Vershack里面这个软件 我们看到的它的范围 也就是60到1514 这个范围 是吧 所以你可以想象 将来我们在网络中传输一个 比方说我今天我今天录的视频都比较大 每天的视频都不小是吧 那你看它在网络中传到说是不是必然会把这个数据包切成好多好多小的针呢 一个针一个针传 每个针的前面都给你封装什么数据包的目标地址原地址 这么来传 这个过程咱们叫切片 叫切片 就是把数据包大的话都会切片 切成小包 来传 当然切成小包必然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谁是第一个包 你看这视频的时候 这个视频100兆 你将来要切成1500个字节 你是不是得告诉我谁是第一个字节 就是谁是第一个包 谁是第二个包 谁是第三个包 那在哪底线呢 那不是在这儿了 那是在后续的我们传输层 IP它里面有对应的定义了 当然了这部分内容我们放到下次课来给大家介绍 行了 那我们今天暂时先上到这儿